日本時代的行政單位是宜蘭駿頭圍莊 阿波尼丁寶達尚凡帝 那個門牌是白癡的門牌 還是保留日本時代的 這房子在昭和林間完工的 好 看看下一張 它的木雕很精彩 木雕很精彩在離我們眼睛最近的地方 叫做圓光 最下面的部分 離我們眼睛最近的地方 好 看下一張 圓光的部分 它做木雕 做透雕 就是木頭給它穿透了 透雕 透雕裡面出現的造型 都可以找到動物 是什麼動物 老鼠很接近 為什麼 因為它的尾巴是掃把的尾巴 松鼠 沒錯 碰氣 米南語 碰氣還有一個動詞 送指的意思 老鼠很會生 老鼠很會生 碰氣 有看到尾巴嗎 一 二 三 中間的尾巴 不像掃把一樣嗎 對不對 碰氣 好 動物解決了 還有 瓜果 有沒有看到什麼瓜嗎 南瓜 很好 南瓜如何解釋呢 瓜蝶綿綿很雅 南瓜要叫什麼瓜 多金 然後瓜裡面多什麼 多子 多子 多孫 多什麼 多福氣 多福氣 農業社會 現在工商社會 多子 多孫 多負擔 這還鼓勵你身 對不對 補助 對不對 所以時代不一樣了 好 下一張 我們把這個題材叫做 松鼠咬金瓜 有沒有看到 他在金瓜裡面 最左邊那個 他從那個金瓜裡面跑出來 有看到嗎 最左邊是松鼠 他從金瓜裡面跑出來的 松鼠咬金瓜 好 下一張 然後